里面就是这个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要变成一个栏位 那他要的结果是09 11 1-084 1-007 那当然不是叫你突发链钢 因为你突发链钢 这里面 因为是电信公司的资料 那客服人员 一定也要会 不会的话 几万笔资料那哪做得出 你如果用人工来做 那怎么做 做得完 所以要什么方式来做最简单 那第一个你要懂得什么 这边有讲end 所以end的话 你游标先我的习惯放上面资料 边一列等于什么 这边先一个等号 等于就是说你里面的资料要输入什么 输入呢 09 所以一个字串 前双引号 09 后面end什么呢 end符号 end是串接 串接这个字串 要串接什么样的资料 那我就串这一个 11 那他就怎么样 来帮我把这个11的资料 再跟09串在一起 那特别是有end是一个 算是自串 自串的串接 所以这里面如果是11 假设是数字的话 看到end他变成什么 变得11就变成说文字了 那跟这个09串在一起 那变0911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0911一个减 所以end end一个 一个减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 当然你公司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打到这里打勾 那看一下有不OK 有091 有没有 但是后面就比较难了 后面的话呢 我们要 084 所以特别注意 而且他提示就repeat加LEN repeat加LEN 那这个地方的逻辑 当然如果你后面的逻辑脚不会的话 你可以切到这个综合练习的前面有个rept的练习题 那什么叫rept 基本上呢 1 我们可以练习 就是说销售量如果100给一颗星 那158那当然给一颗星嘛 应该可以懂得了 286 也就是说他其实要满100就给一颗星的意思 所以理论上大概我要重复几个 如果你插入函数 你可以找到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 他是放在文字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找文字类的函数 里面的话呢 这边有这么多 我是建议你每个每个都都可以了解一下 不见得用得上 OK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r开头的repeater 那基本上他的使用的规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其实说这个函数 他已经告诉你 他要两个 有没有 tether 一个文字 tether就是文字 number time也是重复几次 所以这个文字重复几次的意思 然后他底下有个说明 当然有个进阶说明 这个我想有时间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按个确定 好 所以他跳出来 那当然这个函数有点像跟你问答 问你什么 问你两个问题 你给我两个东西 他才有办法帮你做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他第一个问题说 tether 不过因为easell里面 这个前面的这个字 说明应该是用中文 但他其实用一个英文 而且这个英文又不是说很 很正统的英文 像这个number 底下一个times 所以其实你慢慢习惯 我发现很多同学看不懂 应该是看不懂前面的讯息 如果你前面的讯息看懂了以后呢 你要了解即便你没有用过的函数 你也可以很快可以上手 所谓的特别注意 重复 tether就是什么字 所以你看到tether 一定要给一个文字 文字 那我要 所以文字一定要是双语号 比如说我要重复0 你要一定要这样 你不能直接打一个0 这样子是数字 如果tether一定要是这样子 但是他这个地方重复星号 星号在哪里 重复星号是在这里 所以把这个星号帮我带到这里 所以他会给一个什么 前后双语号 一个星号 那重复几次的话呢 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销售量要除以什么 100 你会发现就一颗星了 所以他这边的话有个预览功能 就是我要重复星 然后呢 你帮我重复几次 那你帮我重复我给他的是什么 1.58 可是他很聪明 他没有说1.58 被一颗星 然后后面点58 被半颗多一点点 没有 他就是只能一颗星 那当然你要比较精确的 应该什么 把这个点58给去掉 也就留下1就好 那怎么做 其实在那个以色列里面有个函数 就是求整数的函数 求整数函数其实不止一个 一个叫rondown rondown也可以 或者用rond的函数也 rond的取到 不过rond的他会适者无路 变成2了 不行 rondown可以 但是rondown太长了 rond加down 还有另外一个叫int int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int int就是取整数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int的话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前方加一个int 加一个前刮壶 然后在这边加一个后刮 因为函数的使用一定是在刮壶里面 所以有前刮壶有个后刮壶 后面就变1了 有没有 0.58不见了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用int就好 我们就一颗星 然后帮我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了 ok 好一颗星 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出错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什么地方 你这颗星的位置在ce 那它在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边向下填满 它的逻辑是 只要利好 这两个利好 它1会变2 所以如果我把它往下看 原来ce 变ce2 不对啊 我应该这个要固定 ce2变ce3 但旁边这边会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ce1的前面呢 再加一个钱的符号 打个勾就可以了 这边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 向下填满的时候 你不要自动帮我加1哦 OK 我给你一个钱了 你不用再帮我加1了 OK 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它就按照我们要 1颗心 2颗心 4颗 4颗 就OK了 好 所以 但问题我们主要为什么讲 因为repeats了几个零 如果我用这个函数 来用到我刚刚这个问题里面 怎么做 零 可是我要重复几个零呢 一个零 如果 所以其实应该怎么 要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有没有 几个字 所以特别是如果你要算几个字的话 你可以用len 这边有len的列型 比如说我要算这里面有几个字 你可以用叉入函数 找到那个len函数 你这个len 那这个len是算文字 所以这个按确定哦 tether 给我文字 那我给你这个身份字 回来他帮我算什么 10个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两个是错误的 那你可以做逻辑判断 不过我们重点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len 去算里面有几个字 那我这个地方 如果用len 可以把它怎么来用呢 其实你可以在旁边列起 我控一览好了 比如说我们应该要有 我先用插入函数 假设我今天是用len 那我给他什么 给他区 区码这个 两个字 可是我补两个0吗 不对 应该补几个0 补一个嘛 所以其实用什么呢 用在len这个公式前面 应该一个3- 用3去减 为什么3去减呢 打个勾就可以了 补一个 那当然你向右填满的话 7 补几个 补两个 补一个补两个 如果向下填满 那我向下看一下 你有没有 他如果3个是补0个 所以呢 这好像似乎已经符合我们的需要 就是重复几个0 可是问题哦 我需要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再减下来 放在哪里呢 就是再放在 用 不特别说 你等一下减下来之后 3减掉这个哦 记得你要放在 再放在哪里呢 放在repeat函数里面 然后呢 你要重复什么 重复0 然后重复几次呢 你可以把刚刚减下来的公式 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用3减掉 也有没有一个0 所以按确定 补一个0 补两个0 一个0 补两个0 可是你想说老师我要084啊 我要007啊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后面怎么办 再and什么呢 and一个什么 这个 g4 那如果你像个铁码的话 007 084 就出来 那所以啊 待会怎么样 你就把这个 这两个公式放到这个后面去不就好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请各位练一下 因为一下涨很多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先用串接的到这里 后面的还没做没关系 你可以先练习一下REPT跟LEN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呢 在那个文字语这段函数里面 不是只有这两个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主要我们是希望 你要了解函数的使用的规则跟逻辑 即便以后有些函数没用过 也没有关系 但至少你要知道说我们有哪些函数 然后你可以拿这些函数 来解决你可能眼前的某些问题 试试看